这部日本伦理篇讲述了一段相差十岁的恋情,在满天冰雪的北海盗,一男一女相依为命,他们的爱情隐秘又炙热。 为了捍卫这段不被世人看好的爱情,他们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 满目的废墟里,结后余生的小花,艰难地从废墟里爬了出来,看着远处因爆炸发出的火光,他非常害怕。 四处望去没有一个人,他的家人也在这场地震中丧生了,随后救援队发现了他,他被带到了临时避难所。 小花抱着水瓶,漫无目的地往外走,周围全是死者和哭声。 他走到一处废弃的房屋,里面有一个老妇人,老妇人跟他讲自己的家人都没了,他挖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发现他们。 小花问他要不要喝点水,妇人答应了,但小花却没有给他,因为自己也就只有这一瓶水了。 他抱着那瓶水,循着烛光来到了一座房子,一个男人正举着蜡烛四处张望,立刻就发现了小花。 这个男人是参加搜救的纯悟,他刚好得知自己的远房亲戚遇害了,正伤心时又遇到了小花。 纯悟问他有没有家人,小花指了指一旁的尸体,纯悟随即就意识到,小花正是自己婶婶的女儿。 看着小花,纯悟得到了一丝安慰,这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 他抱着小花来到了避难所,工作人员说要帮小花找一个能寄养的家庭,于是小花便跟着纯悟上路了,走着走着就到了小花的新家。 小花坐在车上睡得很沉,离别之时,纯悟却突然跟工作人员说,自己想受养小花,他只有这一个亲人了。 架不住纯悟的再三请求,工作人员同意了,他们开车走在路上,小花还在睡觉,突然又发生了余震。 车子也跟着颤抖,小花吓得缩在一边大哭,纯悟心疼地握着他的手说,不要害怕,从今以后,我就是你的男人。 纯悟带小花回了自己家,一个海边的小镇,他们相依为命,纯悟负责照顾和赡养小花,而小花也非常懂事,总是能在纯悟伤心失落的时候安慰他。 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,小花已经上了初中,纯悟也有了女朋友小丁,和纯悟是一个单位的同事。 这天,小丁跟着纯悟回到了家里,小花表现得很开心,他跑着来到小丁身边,指着他的脸露出羡慕的表情。 你好漂亮啊,我很喜欢你这样。 小丁笑了笑说,你还小,还不能用口红呢。 说着,小丁便蹲下来跟小狗玩,感叹这里的大海真漂亮,完全没注意到小花脸上阴沉的表情。 小花在小丁背后冷笑着说了一句,这是世界的终结。 小丁吓得一哆嗦,突然感觉到这个女孩不简单,纯悟的工作飘忽不定,她除了小花,没有其他家人。 颜看已经三十多岁,正在和小丁商量结婚的事情。 这一天,她早早回来去接小丁回家,两人在房间里交流感情。 温存过后,小丁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桌子旁,她发现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。 拆开以后发现,里面竟然是一对耳环,那显然不是纯悟拿来送给自己的。 她越发觉得,这对妇女不对劲,连夜便开车离开了。 小丁回去之后便一直在思考和纯悟的关系,她之前是奔着结婚的目的和纯悟交往的,所以她并不打算放弃。 她想找纯悟好好聊一聊,让她注意一下和小花的距离。 凑巧,她要举行同事聚会。 这天,小丁早早就去了,她一边做菜一边等着纯悟,却没想到纯悟会带着小花来。 她在窗台上看到,纯悟和小花正有说有笑,打打闹闹地走在路上。 随后,他们就来到了餐桌,小花看起来成熟乖利,她坐在纯悟身侧,一刻都不离开,仿佛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。 饭后,纯悟又和小花坐在了地上,小花玩了一会儿游戏便觉得无聊。 她躺在纯悟腿上撒娇,纯悟自然地伸出双手,小花随即就咬住了她的手指,还笑着抚摸纯悟的脸颊,举止非常亲密。 这一幕刚好被小丁看到,她震惊不已,她颤抖着声音让纯悟过来一下,纯悟很淡然地拒绝了,小丁说有事想跟她说,纯悟还是无动于衷, 看着两人亲密的举动,小丁越发接受不了,而纯悟也拒绝和她交流。 她只好蹲在小花玩耍的海滩上,想了解一些什么,然而小花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。 小丁看到她嘴里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,问了之后才知道,她嘴巴里正是那天晚上自己看到的耳钉。 小花问小丁,你愿意为了纯悟去死吗? 我愿意哦。她不断追问小丁,态度非常强势。 她凑到小丁面前夸她漂亮,没等小丁回答,就盯着她说了一句,红颜薄命。 她充满敌意,随后问道,你知道吗? 纯悟一直很寂寞,她一直忍受着孤独。 她很渴望着能有一个家人去帮助她,关心她。 而那个人就是我,只有我真正懂她,你和她是不可能的。 这种挑衅的态度,明显是女人在面对情敌时才会有的。 说完这些,小花又笑着跑开了,留下小丁愣在原地。 她终于看清了事实的真相,自己对于纯悟来说,可能就是一个替代品。 她再也没有办法和纯悟在一起了,决绝地离开了这个,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镇,去了东京。 又是几年过去,小花已经上了高中,她变得更加成熟了。 在外人看来,她和那些懂事乖巧的女孩一样,纯悟出差不在家的时候,她会自己照顾自己。 邻居大严先生是个很和蔼的人,他年纪很大又乐于助人,周围的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忙解决, 是个很有名望的老人。 纯悟不在家的时候,大严先生就会关照一下小花。 这一天,她又感慨起纯悟和小丁的那段感情, 她不明白小丁为什么突然要离开这里,跑去东京,都已经要谈婚论嫁的人了。 她本来是很看好他们的,小花在一旁听着越来越不耐烦,不停地跺着脚下的冰雪。 突然,她停了下来,她看到纯悟就站在不远处的路上,她出差回来了, 小花一扫刚才的阴霾,开心地跑了过去,她每次都是这样等着纯悟回家。 看到纯悟之后,她有些生气,她这么久才回来,又不想和她吵架,固执地要求纯悟在路上吻她。 虽然觉得不妥,但是纯悟也没有拒绝,小花要求的一切事情她都会满足。 回家之后,两人继续之前的生活,小花很懂事又贤惠,她能打理好家里的一切。 然而还没吃完早饭,纯悟又接到了要出差的电话。 小花很生气,纯悟赶忙上前安慰她。 爱火被点燃,她们在地板上大汗淋漓,浴火焚身又不肯分开,贪婪地索取着黑暗里的一丝温情。 迷离间,小花看到了窗外那个一晃而过的身影,是大岩先生。 窗户上没有遮挡,大岩先生看得一清二楚。 小花心里很害怕,赶忙叫停了纯悟。 上学的路上,大岩先生的孙子提到,纯悟又要出差了,爷爷想让小花到自己家里去住,那样就可以顺便照顾她。 小花听着听着,便沉下了脸,她怕大岩先生会把自己和纯悟拆散。 大岩先生有这个能力,可她并不想别人干涉自己的事情,更不想离开纯悟。 离开了纯悟,他们两个都活不下去。 放学路上,小花又遇见了大岩先生。 大岩先生说,自己刚才为了小花的事情去了一趟福利院,准备帮她找个新的寄养家庭。 然而,刚说两句,小花就跑开了。 大岩先生在后面追赶着,小花一路跑到了海边。 浮冰布满海面,纯洁又危险,四处都是断裂的冰痕。 海浪不断拍打着冰面,稍不注意就会掉进裂缝里。 大岩先生在背后气喘吁吁地劝小花回去。 他想帮小花找一个好的家庭。 纯悟不是一个好人,他年轻时就经常对自己的母亲大打出手,根本不能和小花成为家人。 大岩先生已经帮他找了一个新的家庭。 那家人很善良,会照顾他直到高中毕业。 那天的事情,他也不会跟任何人说。 这番话让小花逐渐崩溃。 他不想和宠物分开,怒吼着把书包丢在地上,说自己只想和书包一起生活。 大岩先生俯身捡起书包说, 你还太小,根本不懂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。 爱情是很复杂的,你和书物之间根本不是真的爱情。 小花根本不听他的劝告,心里已经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。 说着说着,小花就彻底崩溃了。 他故意把大岩先生引到了冰雪融化的地方,站在了一块漂浮的冰上,他赶忙爬回去,疯了一样踢着大岩先生脚下的冰块。 大岩先生慢慢飘向大海,危急关头,他还不忘劝告小花,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,神明不会原谅你们的。 然而小花根本不听,他已经丧失了理智,对大岩先生的呼救无动于衷,直接转身离开。 不知过了多久,搜救队才开始去寻找失踪的大岩先生。 历经一天一夜,他们终于在海边发现了大岩先生的尸体。 警察跑来安慰小花,他以为小花会很伤心,因为大岩先生生前对小花很好,甚至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子。 然而警察根本没有意识到,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女孩会是杀人凶手。 几天之后,纯悟出差回来了,一进门就和小花谈起大岩先生的事情。 小花走了过来,坦白说是自己干的,谁知纯悟却像没听到一样,只问他眼镜去哪里了。 小花终于有了宣泄情绪的机会,他哭着蹲下来,说自己不想被喜欢的人指责,所以才要那样做。 纯悟没有责怪他,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,这一切都是大岩先生没事找事。 大岩先生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,他和小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吃饭,脸上没有一丝哀痛的表情。 他只是想把一切让自己不开心的东西给除掉,为了让小花尽快走出这个阴影,纯悟带他搬走了。 纯悟根本没有什么积蓄,他们居住在铁轨旁边的一座破屋,每天都有火车呼啸着从屋外穿过,吃饭都成问题,就连给小花买件衣服都要去预支工资。 他们躲在简陋的小屋里,过得萎靡不振。 不久以后,一位警察找到了纯悟,是以前小镇上的警察。 寒暄之后,警察拿出了一副眼镜给他看,正是小花丢在海边的那副。 警察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概,今天就是来对质的。 纯悟意识到事情败露,为了掩盖小花的罪行,纯悟毫不犹豫地把警察按倒在地上,直接一刀毙命。 小花放学回家后,只看到了满身鲜血蹲在地上的纯悟,他非常惊慌,然而小花不仅没安慰他,反而坐在旁边哈哈大笑。 他觉得自己赢了,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竟然敢杀人,他的一生都要为自己而改变了。 时间渐渐过去,小花也已经毕业参加了工作,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 他的生活里也不再只有纯悟,他试着把自己融入到正常人的生活。 这天,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泰赫主动约小花吃饭,泰赫不仅长得帅,人品还好,小花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。 然而回到家里,又是满地的垃圾和令人作呕的烟酒味道。 橙物就待在垃圾堆里,反复为之前的事情而后悔。 小花看着这样的橙物,心里的感情也慢慢被消磨掉了,他开始试着和泰赫交往,约会。 泰赫跟橙物有所不同,他温柔体贴,和小花还有共同语言,但是和他在一起时,小花总会想起橙物,想起在他身边时那种安定的感觉。 他非常矛盾。 这天晚上,泰赫把小花送回了家,刚下车,橙物就把小花接了过去。 泰赫手足无措地跟在后面,巷子里堆满了垃圾。 看着小花和橙物切腻的动作,泰赫有些吃惊。 满屋的垃圾让他无从下脚,只好蹲在门口。 然而橙物却直接上前,把泰赫的上衣掀掉。 泰赫拼命反抗,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,心里直犯恶心。 谁知橙物竟然直接上手,对他一阵狂秀。 泰赫再也受不了了,他一拳把橙物打倒在地。 拼命冲洗被橙物碰过的手,橙物躺在垃圾堆里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。 你不行的,你一点都不成熟,照顾不好他。 只有我可以。 泰赫不敢多留,拿起衣服便落荒而逃。 从那以后,泰赫就再没有联系过小花。 小花也不再想和橙物待在一起了。 他离开了橙物,没有留下一点消息,去过正常的生活了。 时间一晃,三年过去了。 小花终于找到了秤新的男朋友,并且打算结婚。 他带着男朋友和橙物约在了一个高档餐厅里。 三年未见,橙物已经变得很沧桑了,衣服配凉鞋更显得邋遢。 小花质问他衣服为什么这么脏乱。 他没有回答。 眼角含泪坐在小花对面,又对他的未婚夫说出了那句话,你不行的。 未婚夫莫名其妙,没有理他转身去点菜。 而桌子下面,小花的脚已经放在了橙物的凉鞋上。 一直往上,他看着橙物说了一句,你不恭喜我吗? 他的眼神仿佛在暗示橙物,只要你需要,我随时会回到你身边。 我随时会回到你身边。